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切实解决民众的各种困难做出了努力 是华人的骄傲 本次顾雅明探访孔子大厦的活动 由纽约中华总商会的执行秘书周炳刘主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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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民众生活品质等方面 做出更多的努力和贡献 顾雅明随后发言表示 感谢纽约中华总商会 一直以来支持社区的发展和自己的工作 今天我很高兴来 这个孔几大厦中华总商会 来支持我参拳 连任市议员全局 谢谢他们在这里 很多老人家在这里 不需要支持我 我很开心 虽然他们 很多人不能投我的票 因为他们住在 孔子大厦 不是我的选区 但是他们的感情 我很谢谢他们 也谢谢中华总商会 为我入法 把竞争 顾雅明还表示 如果民众或者小商家 遇到任何的困难 首先要保持理智 尽快和他的办公室联系 有些时候 在和政府打交道时 要保持克制情绪 由他代为出面 帮助争取权益 解决困难是最有效的途径 香港旅游发展局代表团 昨天到访纽约 介绍香港旅游的最新资讯 总干事刘震翰指出 美国市场在香港的消费能力 位居全世界第二 仅次于中国大陆 预计今年美国观光客 将更加增长 他们此次访美的主要目的 是推荐香港的美酒佳肴 以及全新建成的 启德邮轮码头 发展更多商机 团18号到访纽约 向华文媒体推荐香港的最新旅游景点 总干事刘震翰指出 去年赴港游客人数达到4800多万人 其中70%来自中国大陆 还有30%是来自世界各地 其中美国旅客在香港的旅游为第四位 但消费能力居于全世界第二 未来旅发局也将重视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市场 推荐旅客到香港旅游 刘震翰也说明 代表团日前出席了加州洛杉矶 举行的香港文化节活动颇受好评 此次到访纽约 也拜访了不少大型会议展览业界的公司代表 欢迎他们到香港举行大型的会议和展览 而香港骑得邮轮码头也在上周三起正式开放 旅发局将与本地业者及亚洲各国合作 积极开拓更多富有特色的岸上观光活动 丰富往港邮轮旅客的新体验 出席演示代表还包括香港旅发局企业事务总经理梁美宝 业务拓展总经理李丰硕 业务拓展高级经理董佩全 公共关系高级经理林慧芳 美国总干事霍伟彪 美国东部纽约办事处经理何之分的人 据了解代表团一行在访问纽约之后 将继续前往英国伦敦 进行推荐香港旅游活动 华语电视记者杨展天纽约采访报道 纽约中华总商会将在7月20日 与台湾观光局驻纽约办事处 纽约乔教中心及多个社团 联合举办台湾旅游与国际观光文化节活动 向纽约的民众介绍台湾旅游及美式文化 目的在于吸引更多的观光客到台湾 亲身体验台湾风情 纽约中华总商会会长李可乔 日前在记者会中表示 自2010年开始连续三年举办台湾旅游与国际观光文化节活动 获得各界好评 不但繁荣滑布经济 带动社区居民对活动的热潮 今年活动再次获得许多社团商家的支持 将结合台湾美食及文艺表演 旅游资讯展示等方式 让纽约地区民众对台湾的观光美食文化传承 有进一步的认识 出席代表包括文教中心主任张景南 观光局市场行销经理王秀文 中华总商会董事长于金山 国际副次会会长孙韵蒂 大纽约客家会会长黄开荣 及北美屏东乡亲会会长胡庆祥等人 都对活动表示支持与肯定 据介绍 观光局今年也首次在活动现场树立剧型看板 介绍台湾的观光主题 并有台湾美食品尝及精彩文艺表演等 纽约花联慈会堂的三太子和土地公也将到纽约出巡 为社区祈福 中华总商会也欢迎更多的社团加入这项活动 详细情形可以打电话到212-226-2795询问 华语电视记者杨展天纽约采访报道 针对金光党集团在美国各地的华人社区到处行骗 造成许多华裔骑劳上当受骗 法拉盛109分局的警察 今天中午在法拉盛缅街图书馆前的街头 进行了预防金光党宣导活动 提醒华人民众注意防范 由于近来金光党集团在全美各地的华人社区 行骗事件层出不穷 为了提醒华人民众注意防范 法拉盛109分局副局长吴明恒及多位社区员警 19号中午起在法拉盛缅街图书馆前的街头 进行预防金光党的宣传活动 以播放视频及发放海报方式 向华裔民众宣导预防金光党诈骗的意识 由于过去不少案件 发现金光党已说粤语的华语其老为对象 因此警方播放的视频 以广东化配音播出 吸引了不少民众观看 根据警方提供资料显示 目前多数案例 金光党是以中老年的华裔女性为行骗对象 谎称受害者自己或者亲人将近期遭遇厄运的命运 可以透过找神医做法来帮助驱逐厄运 要求受害人拿出家中的所有现金和珠宝等 华裔社区远景杜淑贤也特别自华部五分局来到法拉圣街头支援宣导活动 杜淑贤表示这项宣导活动将自知其进行两周 并同时在华部法拉圣及布鲁伦等华人居民聚集的社区进行宣导 希望唤起民众对金光党骗术有所了解提防 让社区其老更好地保护自己 不要再上当受骗了 华尔电视记者杨占田纽约采访报道 受到纽约市捷运署快轨维修的影响 从前天开始至本周结束 每晚的10点到隔天的凌晨5点 地铁NQR线将暂停服务 MTA对地铁NQR线路展开快道维修 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晚10时到次日5时之间 整个曼哈顿区段内的立长线路服务中断 N车将只在布鲁伦和皇后区运营 但是曼哈顿地区停运 Q车在布鲁伦段内照常运营 但在曼哈顿区段内将改走D车的线路 第六大道往返47至50街 洛克菲勒中心站并在F号线57街终止运行 R车在曼哈顿和皇后区将提前结束运营 而布鲁伦地区阿豪县也将较早停运 并转为接驳巴士 最后一班95街方向的R车 在夜晚9点20分左右发车 MTA也提醒广大民众 因为桑迪飓风造成的损坏 和纽约地铁历经百年造成的老化 纽约地铁将会经常进行维修养路 民众出行前最好查看MTA官网 查清哪些线路做出了变更 华语地区记者赵璐纽约报道 再来关注一则南家新闻 美西华人学会社会组 与亚太社区基金会将在这个星期天 6月23号下午的2点到5点 与洛杉矶华侨文教中心举行一场 名为美好人生不再失忆的座谈会 探讨失智症 这个困扰现代人的热门话题 免费入场请永远参加 而且这一次的研讨会的主题叫做什么 美好人生永不失忆 我想每一个人到了中老年人 可能会考虑到失忆的问题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父母亲 还有甚至连我们自己 都有可能会失忆 我记得那个Michael Dugger 有讲了一句话说 Before I forget 我那句话意义非常深远 我让我觉得觉得 我们有一天可能也会忘记很多事情 那在我们忘记之前呢 我们先做好一些防范的一个措施 也许我们要留下一些记忆 或用口述 或是用笔写下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过了中年 人们的健康和记忆力会渐渐的衰退 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现象 但是有一部分是脑部重创 中风或者是巴金森氏病 另外六成以上是脑部病变的阿兹海默症 病患人的记忆力会未老先衰 他们的记忆力比一般人衰退的更快 更早也更严重 据统计 目前全美有540万人失智症的患者 而且每68秒就增加一个新的失智患者 随着我们年纪的挣扎 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记忆 都会慢慢地减退 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 但是在这20年来呢 不管我们的学者专家 在这个领域都有不断地新的发展和研究 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四位专家 跟我们一起谈 美好人生不再失忆 由陈晓芬和演员两位医师 就医疗照顾和病因来探讨老人失智的话题 此外南加华人写作协会会长吴宗景 也会现身说法 分享照顾罹患早衰性失智症的爱妻三年 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欢迎观众参加讨论 地点是洛杉矶华侨文教中心 话语电视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